疾病剝奪了他们应当快乐的童年 群聚的孩子或脑麻或生胀或营养不良 一个个眼神空洞 慈悸之工来关怀 希望能带来一丝温暖气氛 G and what is G? G is girl, right? G is heart 然后我忘记了 ABCD EFG H I I is queen I is queen 被遗忘的村落 不论大人小孩都深受疾病所苦 也可以说我们看他的就是 最困难 最苦难的人群 智障 残障的孤儿 还有就是伊波拉的孤儿 慈悸人为村民畏教 却也为现实环境感到无奈 八月份的时候就因为水灾而有这个祸乱的那个发作 那祸乱的话是一种典型的口粪传染 而且发作很快 所以他们那个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那个死亡率很高 一手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他们水源不够 尤其是干净的水源都不太够了 平级之地水井坏了也缺粮 一个很年轻的校长就跑过来跟我说 请问你没有带食物吗 我跟他说先生我不是负责人 但是根据我的认知是今天没有 今天纯粹就是发毛毯以及那个衣服 跟他校长带出一种很失望的那个口气 像我说我们需要的是食物 你知道我们常常缺乏食物吗 他说你知道我的学生很多 不能够上课都是因为几天没有吃了 所以没有力气走路来学校上课 志工赶紧拿出储备的五股粉 送给饥饿的孩子们 世界还是这么大 然后为什么善良忧心说来不及 变成现在已经坐不及了 就是因为真正向善的人还是不够 也就是说我们的团体 还是要更多人来加入 村落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令人担忧 期盼更多人的深远 戴新闻咒德耀赖文 四十山共和国报道 回顾两年前 沐西哥